大家好 首先恒指好像真的不太對路 跟上星期的預期都差不多 28,200就有點失而復得 但我覺得搜不到 28,000點也未必能搜到 下個位數到約27,600 所以先有些心理準備 因為看到基金下半年一開局 都開始減回榜 一些前期升得多的 其實沽得比較狠 再加上滴滴出行的事件 令到一堆新經濟股 大家都不太敢碰 究竟反壟斷後 就是這個數據安全 下一步是怎樣呢? 之前兩步是否已經完結呢? 大家都不敢猜 所以基本上拿著新經濟股 理論上所有平台經濟 都拿著很多大數據 大家都擔心會不會下一隻到它 所以這些股股一直都有壓力 有反彈就沒有升幅了 至於一些政策的打壓 似乎都越來越大 關於一些醫藥開發、抗癌等 其實都有政策 將股價按下去了 包括之前的教育、房地產 各樣各樣各樣 所以似乎來說 市場對於政策的風險 暫時還未說可以百分百消化 所以恆子 我想最好都有個心理準備 試一試27,600這個位置 如果資金繼續採取減榜 或者是一個很短線的炒反彈策略 27,600可能隨時會失手也不定 選擇 答應